就在胡雪岩利用胡宝玉成功帮助祖宗堂借到贷款后 胡家内部却矛盾频发 齐切争风吃醋 合作伙伴产生戒绩 而玉慧的一句闲话竟然胡雪岩 迅速推向了朝野纷争的尊口浪尽 那么作为一个商人 究竟应该如何有调整内部关系 而胡雪岩利用成员的疏于管理 又将为日后发展 埋下怎样的隐患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到寿 为我们带来系列节目 曾世强 评胡雪岩 敬请收看第十三集 一堂隐患 雪岩 他怕得罪宝玉 因为宝玉他的人脉很管 可是他又不能从大覆车 又卷入跟他的感情纠纷 正在左右围难之后 玉慧紧身而出 老爷 要不你把银子给我 我去汇汇那个湖宝玉 因为玉慧啊 多少也感到很欣慰 你没有又把宝玉弄进来 他总觉得这一点雪岩还是很可爱的 因此他就自告成我 其实他是不如宝玉的 他是搞不够宝玉的 可是他有这个勇气 而且现在有这个需要 所以雪岩也说 好 孟景陪了你比较安全 一方面是替他增加一些能量 一方面也是让孟景趁这个机会 去学习开开眼界 同时呢 回来他从两天听到的情报 也比较合复当时的真实的状况 先生如果有什么需要 请尽管吩咐 我愈会愿干脑徒弟鼎力相助 你有这个能耐吗 你自己都保不住了 你还来帮我忙 因为他一看到议会就知道 议会是什么 等级的人 跟他比起来 那落差很大的 如果说是雪岩亲自开口 讲这种话 我还会相信一点点 你愈会讲这个话 那完全是空头支票 可是愈会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个人 常常不知道 自己在别人的心目当中 你是什么分量 往往不知道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提高警觉的 你一出手 你一开口 你就要去注意 对方的反应 就代表你在他心 有什么样的地位 有什么样的分量 愈会在这方面的修养 是很差的 来啊 在 你们两个 马上去见江西巨父 杨寒斩先生 告诉他 让他马上来娶我 先生 宝玉决定嫁给江西富山 玉慧为什么想劝主 玉慧想劝主 是 家心比心 设身处地 因为他也是嫁给个富山 嫁给个富山又怎么样呢 有钱你能花吗 有事你能够移仗吗 这种爱情可靠吗 所以他很快就想到 你这时候也是赌气 你嫁给谁 到最后还不是跟我一样 都很痛苦 都很倒霉 所以他是好意 他是好心好意 说你不要不要 但是 一个红尘女子 当她受到很大很大挫折的时候 经常是会走这条路的 趁我现在 说暖天天 还有一点点 这很不好的天 叫做趁余价值 我就找个富山 我就纳在他身上 我就重量 我从此过另外一种生活 把这些痛苦的东西 统统忘光 不然他又怎么样 你看经过这次风浪以后 他在做原来的职业 那种痛苦 不是以前所能够比喻的 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 当你得到机会的时候 你不要太高兴 因为经过这次的机会 可能你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 只要你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 你必须要奋勇地去开展你的前途 否则的话 你等于无路可走 前面进不了 后面退不了 现在宝玉就是这个样子 他再回去 他一百个不愿意 他很丢脸 那他怎么办呢 所以趁这个机会 就叫人说 你去去去 反正他一直想娶我 现在我就嫁给他好了 这是必然的选择 虽然胡宝玉答应要嫁给江西巨妇 但玉慧仍不放心 此时大叫唐廷书来胡府办事 玉慧便趁机向唐廷书打探虚实 唐先生 不知那位胡宝玉先生 我想应该是走了吧 走好 走了就干净了 玉慧为什么说宝玉走了就干净了 玉慧 他没有坏心 但是没有坏心并不代表不会做坏事 你看这句话就是喘后 你怎么可以跟唐廷书讲 宝玉走了 那很显然就告诉唐廷书说 宝玉只要留在这一天 对血缘就有很重要的影响 那唐廷书是整天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混的人 他一听有什么影响 朝廷为此付的利息可是太高了 我家老爷怕的 他怕什么 就是这当中拿回购的事情 你虽然没有讲就已经讲上清楚了 可是在玉慧心里头 他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他哪里会想这么多 他只是说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 血缘也就放心了 但是听在人家耳朵里面 人家会听到很多名堂来 这就成了什么 成了血缘的致命 但是玉慧真的没有这个心 他只是忍不住要说这种话而已 但是他搞错了对象 他搞错了时机 他签不该 旺不该 不可以讲这种话 你说朝廷支付的利息太高了 那什么意思 要么就是说 血缘办事不利 你如果说血缘办事不利 没有人会相信的 你说血缘上了外国银行的当 那根本没有人会接受这种想法 唯一的就是说血缘从中得到太大的好处 就这么简单 所以有些话通过嘴巴讲出来 然后通过人家耳朵听进去 它有很大的变化 这必须要小心 我没说我没说 你本来就没有说 你哪里有说 只是用到你说 你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 你已经讲得太清楚了 贵了一番闲话 给生在盛海的胡雪岩 埋下了隐患 此时胡雪岩派城 将回杭州探望母亲 而她的原配夫人 却趁机大闹进来 太太寻短剑 阿贵怎么办 自古以来 女人三件宝贝 一哭 二闹 三闪掉 不然他们怎么样 他拿小刀子杀人 他杀得了谁 哭啊 剥去你的同情 闹啊 使得你害怕 然后 闪掉 看你们敢不救我 那当然救他 阿贵救了以后 谁要去告诉母亲 他就告诉你 千万不要告诉母亲 那意思就是说 告诉他 要不然我白上吊了 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 你真的要上吊 谁都救你不了 因为来不及救 你弄到人家来救你 就表示你根本不想死 阿贵赶快去通报 胡老太太 你一通报你就没事了 这时候陈强回到杭州 正好赶上这个时机 这叫做无巧不成熟 老太太就说 血缘在外面 到底还有几方 除了您知道的 还有绍兴和宁波 两位大商家的女子 多给我接回来 陈强 做了一件 大错特错的事情 他不应该说好 不应该答应这个禅止 他应该说 血缘在外面 没有花天就地 没有 他也没有寻话问流 也不是 他之所以有这些个女人 全是为事业的发展 他可以说 如果没有女人 办不了大事 的整个的过程 说给老太太听 说不定老太 他又开始拖了 他说好 那就以后再说吧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一个人到底要接受 上级的命令 还是要适当地提出 你不同的意见 这是干部 最需要具备的修养 你完全听 那就叫愚忠 可是你不听 那怎么办 你先说好好 是是是 然后再去跟老太太分析 说你放心 我陪你儿子在外面 我最清楚 他没有 不如你想象的那样 最好交上一句 你的儿子怎么可能那样 不可能的 那就好了吧 那他一喜欢听 他就觉得有道理啊 然后他就 劝这个 胡太太说 收回来啊 好是好啊 天天给你吵吵闹闹闹 他们不敢跟我吵 他们天天就跟吵啊 你干嘛呢 那就好了吗 没有 是是是 然后又执行 很有力道 所以有时候 你说执行 有力道 到底好不好 我们也是想一想 承翔回上海安顿妥当后 便立刻把老太太决定 接回姨太太的要求 转达给胡学院 老太太 他说要把外面的太太 全都接回去 雪原听说老太太 要把外面的太太 全接回杭州 有什么反应 上一次只是听听 有这么个计划 还没有到执行的阶段 他还比较容易 一下办过 现在马上就要 成为事实了 玉慧已经开始 在整理形状了 他怎么不发皮 王健 你看什么去 二太太让我去收拾东西 也有人 要把他打执 是吗 才敢让我没有吓人 他日气发在水槽上 他会发在他母亲身上 他母亲源在杭州 他一定发在陈强身上 所以搞到最后 陈强都要跪下来说 雪原 陈强我身受令尊高唐之徒 不可离命 如有不理也识出无奈 陈强我对东家绝无二思 敬业不担 陈强为什么说 他绝无恶心 难道雪原会怀疑他 我们相信雪原是不会怀疑陈强 基本上 雪原对他所用的人 都不会怀疑 他有恶心 因为他非常提防这方面的事情 那陈强呢 很难的看到雪原发泛大脾气 而且是冲着他来的 他一时慌乱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自己躲吗 那就表示心虚 冲进去跟他理论吗 你看如果是 我去大声骂他 但现在他觉得 我们已经叫人家东家了 而且他自己的心里 也是 把雪原捧得很高 认为雪原有一套 他不如 在这种气势之下 他不敢那样做 否则以他是兄弟的 他会去跟他拍桌子 你怎么这样 因为这是私事 这不是公事 可是他最后选择一个 我跪下来 说我没有恶心 雪原过来把他拉起来 也就证明 根本没有怀疑 只是他搞不清楚 要怎么做 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只好这样不了了之 雪原也不对 雪原应该说 好了好了 你回去就说 一会生病了 那就没事了 这不是欺骗 这是拖延战术 竟然是欺骗 你让他缓活下来 大家情绪冷静 你特别跑回杭州一趟 你再跟母亲商量 说不定整个事情就改变了 哪里没有 他一直到直来直往 雪原对外面的事情 他是比较用心 对里面的事情 他是比较不用心 这是一般人的常态 但是会产生很不好的后果 我雪原不敢违抗母亲的意思 只好让他 杭州老家 遇会离开上海 有什么感想 这个时候他如果醒悟到说 我回头 向雪原 你给我一笔钱 算了 我离开你们家 他没有果断 一个人拖拖拉拉 有拖拖拉拉的好处 但是如果拖拖拉拉 会造成很严重的恶果 这就不可以拖拖拉拉 他现在没有 他始终把不定主意 他看了很多戏文 也唱了很多戏文 他会讲一大堆道理 但是自己就用不上了 他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生活 最后他又糊里糊涂的 又离开了 虽然一方面很伤感 二方面很彷徨 可是呢 他没有能力去处理这种事情 老太太 二太太到了 让她进来吧 二太太请 小女一会 见过老夫人 进来吧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玉慧跪在门口 向父老太太请安 父母为什么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他讲的都是事实 只是他也不太了解 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这真正的意思是说 你既然进到这个门 你从此就要 以一家人的心情 你不能再闹事了 这样才对 可是他 不了解这个状况 他只会讲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然后一会也知道说 是啊 我是一家人 我就 继续在那里 吵吵闹闹闹 这一句话的用意是说 你要么不进来 你要进来 家和万事心 要彼此迁就 彼此包容 彼此谅解 这才叫一家人 家人不是到处讲是非的 家里不是常常讲道理 但是 我们的人也不懂 听了你也不懂 那就变成形式 有一句话 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就好像小和尚念经一样的 高高高高高高 念了半天 也不知道在念什么 身在上海的胡雪岩 收到左宗棠的集信 得知借款知识 已经在朝野引起纷争 左大人说外在引起议论 雪岩如何反应 老是讲这个时候 还没有人去谈到说 利息上动手指形谈议 但是一传到雪岩耳朵里面 他作贼信息 作贼信息他怎么反应呢 这是中国很典型的反应 不是很好 但是很难避免 叫做老修成 你看他现在完全是老修成 在借了 钱化了 还要跟你们语名取之 放屁 其实不好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怪他 然后以他的背景 以他的修养 他能这样反应 他心想 我一切是为了替国家做事 那我就赚这么多钱 当时 如果外国人不接受 他会觉得说 好像这是不对的 你看人家外国人说 好 那你一半我一半 人家就接受了 为什么 因为外国人把这个当作佣金 我们不是 我们没有人把他当佣金 我们把他当回扣 你看要不要命 我们想回扣跟佣金有什么不同 我不晓得 我们一听到佣金就应该给 要不然你就靠什么吃饭 我们一听到 回扣就觉得你敢拿回扣 同样的东西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也知道 银行贷款 利率是不应的 他说你贷款 要久离利息 你说为什么久离呢 人家三里就贷到了 他说你要贷三里可以 你另外给我一笔钱 我就让你贷到三里 人家根本不觉得就是不对 但是我们就觉得 你怎么可以动这种脑筋呢 这个也是学员 他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事情 因为当时在这方面的资讯 凭良心讲 是很贫乏的 无许延期到左大昭西后 便带着梦境 立刻动身 赶往北京 目前不能去 发奋战器是发奋战器 老羞成怒是了羞成怒 你还得要面对这个事实 所以他到了北京 就开始交代 左大人哪儿怎么样 还没听说 好 出去打听一下 是 你去打听打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像我禀报 我要完全了解 我才能够综合判断 这一点他倒是做得非常好 他一向都是秉持一个原则 叫做谋定而后动 他从来不冲动 我是讲的公事 私事那就很难说了 他能不能做到公事两边坚固 并重又很均衡 各位可以自己去体会 最起码他对公事方面 他对商业方面 他是做得非常好 谋定 然后才动 绝不随便乱动 资讯非常重要 把所有资讯收集起来 做综合的研判 然后才以此时此地 最合理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就去做了 这就是很标准的 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过程 谢谢 左宗棠奉旨进京 在城门外 却被索要进城匪 愤怒的左宗棠决心 将守城官兵的上司荣禄 告上朝廷 荣禄得之后亲自来道歉 左宗棠却不依不饶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文迅赶来 却巧妙化解了这场风波 那么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解这场风波的 敬请收看第十四题 随机应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